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第二次一同来思想有关圣灵这一个主题 圣灵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 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容易忽略圣灵呢 因为圣子圣父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是比较有顺序而完整的 但是圣灵这一位神他是与圣父圣子同荣同尊 圣灵也是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忽略圣灵 我们就好像知道神要做什么 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什么 但是我们心里面却不踏实 我们却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不能够明白神 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 我们所有的只是知识 我们所有的只是我们的意念 我们所有的只是理智 我们所有的只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突然很多的事情都明白出来 因为这个缘故从上个月开始 我希望到今年的结束 我多分享一点有关圣灵这一方面的思想 今年年底以前 我所要分享有关圣灵方面的 都是从主耶稣的一段话里面出来的 那一段话就是在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 要注意这一段话在讲的时候 圣灵并没有普遍的降临 因为圣灵普遍降临的时候 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是在主耶稣受死 埋葬 复活 升天以后 过了一些日子 圣灵才普遍降临 可是主耶稣还没有受死 埋葬复活 升天以前 他就先介绍了圣灵 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当然今天透过圣经以后的记载 还有我们每一个人 个人的经验 我们对于圣灵有不同的认识 为什么我们对圣灵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呢 因为圣灵很大 我们很小 圣灵很丰富 我们很贫乏 圣灵是很广泛的 我们个人的脑子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领受的部分 可能不完全一样 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说圣灵是这样 有人说圣灵是那样的时候呢 我们很难分辨 原谅我说 我们很难分辨 谁是一定不对的 但是一定对的我们知道 一定对的圣经已经写出来了 可是一定不对的 我们没有把握 有人说圣灵不会这样做 有人说圣灵不会那样做 我们没有把握 可是圣灵会怎样做呢 或者圣灵是怎样的意味呢 我们盼望透过这一段的日子 我们来了解 如果你有参加九月初 我们这里一起的聚会 你有听过我讲圣灵的第一重角色的时候呢 我有提到 请你看讲义 圣灵的第一重角色是什么呢 圣灵的第一重角色就是 永远与人同在 请你写下来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问说 到底基督徒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基督徒相信了之后 我们要得到怎么样的状态呢 那就是 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讲永远的时候 是指过去同在 当我们讲永远的时候 是指未来同在 当我们讲永远的时候 也是现在同在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地方写说 蒙主宠招 或者讲安息主怀 我们就以为说 我们去参加一个人 那个人已经在神的恩典当中了 好像我们所参加的人 我们这些坐在下面的人 我们没有得到神的恩典 没有得到神完全的恩典一样 完全不是这样 事实上神要与人同在 这一件事情是神早就要做的事情 神创造的亚当夏娃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要与他们同在 神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 神不是到后来才改变了他的想法 不 神从开始创造人的时候 他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他要与人同在 虽然因为亚当夏娃没有做对 他们选了分别善恶术的果子而离开神 可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当耶稣基督来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他要借着他自己与人同在 我们要记得 当时他与那些人同在的时候 那些人是税吏 是对半 是仓妓 是有罪的人 就算是 法利赛人 杀猪干人 这些人也都是不对的人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神要与谁同在呢 耶稣要与谁同在呢 耶稣亲自道成肉身 要做一件事情 他不是与圣洁的人同在 他不是与公义的人同在 因为耶稣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谁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所以神让与他们同在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是要与这些人同在 我们就发现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他是要 与这一些有罪的人同在 就神的恩典领导到我们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的名字 耶稣基督的名字 就很清楚的显明了 他要做什么 耶稣基督 基督是受高者 就是他是神的儿子 可是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的意思就是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耶稣的名字 就显示了他的身份 耶稣的名字 就显示了他的目的 耶稣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搬出来就是什么 神要与我们同在 神要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基督来做一件事情 他要与我们同在 不仅如此 当他受死的时候 他是为所有的 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 他有一个目的 是让人借着他 可以回到神面前 回到神面前什么意思 就是要回到与神什么 同在的光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地上 神就有很大的恩典 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 当然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一件事情 我们要与神同在 这一件事情 是我们的期望 神要与我们同在 这一件事情 是神的意愿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 得到神的面前呢 耶稣基督 他成就了救恩 让我们透过他 可以回到他神的面前 所以说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生命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基督就显明了 神要与人同在 神要与人同在 是神本来的想法 透过耶稣基督 神要与人同在 是耶稣基督 真实所做的事情 在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回到神面前了 当然神就与人同在了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个状况 是我们不了解的 就是那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 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 所以在上次 我们第一次里面 我们提到 一点我们看圣经 来看讲义这里提到说 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 就在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的时候 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 那是最后一篇的讲论 耶稣与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 那个晚上 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一大堆的话 门徒也有很多的发问 跟他们的担心 可是主耶稣离开门徒以前 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是关心你们能不能够彼此相爱 跟你们能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耶稣关心 能够能够彼此相爱 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只有彼此相爱 众人才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只有我们彼此相爱 众人才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当时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人怎么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呢 是我们彼此相爱 是我们彼此相爱 是我们愿意接纳对方 但是爱人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弟兄姐妹 爱人不是我们的意志 爱人不是我们说服自己 爱人不是我们的努力 是当我们学习爱人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 可是当我们学习爱人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状况 我们人类的极限会显出来的 人类极限会显出来的 当别人以怨报德的时候 我们的极限就显明出来了 当我们无辜而受到别人的伤害的时候 我们的极限就显明出来了 当我们最亲爱的人受到不可以回顾的伤害的时候 我们对于那个伤害的人 我们的极限就显明出来了 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品格 我们的道德毅力和意志 不足以爱人 不足以爱人 弟兄姐妹 我们能爱是因为环境好 我们能爱是因为别人爱我们 我们能爱人是因为 我们能力还够 我们爱人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品格了 我们能爱人是因为我们道德里别人高超 可是到了某一个地步 我们就不能再爱人 因为那个环境已经让我们恶劣到 我们没有办法再爱人 就超过我们的能力 所以主耶稣很关心他们到底能不能彼此相爱 他们能不能继续爱人 主耶稣不仅关心他们 是不是能彼此相爱 主耶稣也希望他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等一下我们会讲 爱人跟遵行神的旨意 其实两件事是一件事 爱人跟遵行神的旨意 是一件事 所以耶稣那天很关心他们能不能够彼此相爱 跟遵行神的旨意 可是第二 门徒发现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他们很害怕 门徒最关心的事情是 如何能继续与主同在 因为过去三年多以来 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 他们跟耶稣工作在一起 他们认识耶稣 他们知道耶稣至少是很特别的人 他们也靠着耶稣的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会来逼迫他们 因为管载人会来把他们麻烦 因为杀猪干人会来挑衅他们 是谁替他们出头啊 是耶稣替他们出头啊 他们办没得吃的时候 是谁用五饼二鱼来养活他们 是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养活他们 当他们放到风浪的时候 是谁来帮他们平息风浪 不是他们自己 是耶稣为他们做的 所以当他们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 耶稣你要去哪里啊 耶稣如果我们有需要 我们怎么找到你啊 你为什么离开我们呢 所以耶稣离开他们 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 他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如何能继续和耶稣在一起 不是我们不太能够怪门徒 不太能够怪门徒 我们读圣经我们是这样读过去的 一读就说他们何必紧张呢 因为我们知道等一下耶稣会上十字架 那我们也知道等一下耶稣上十字架就在十字架上面 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就会埋葬 那我们就知道耶稣会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你先知道故事的结局 中间就不紧张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耶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这一波的经济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我们很紧张对不对 前几天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聚在一起 他们彼此就问 这一波你损失多少 有一个人说 拦腰一展 听得懂吗 那如果你没有投资 或者你没有买股票 你大概不太了解了 他就说拦腰一展 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件事情的过后的结局是什么 我们或许没有那么紧张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耶稣会复活 他们以为耶稣这一下走了就找不到了 他们很紧张 所以他们想问耶稣怎么办 我们也是如此啊 弟兄姐妹 我们会担心是很正常的 我相信这一波经济的风暴 甚至我们社会上在政治上面的难处 甚至你个人家庭 或者你的环境 甚至你对教会 你会担心说 这一波过去了我们会怎么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真知道神已经有了安排 我们就好好的面对这一段时间 你的经济也好 整个社会的局势也好 你所面对的冲击也好 你所看到的难处也好 你所听到的消息也好 你所知道教会的难处也好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 我相信这一波过去 我们就会看到神很大的恩典 虽然他们感觉耶稣要离开他们太重要了 可是耶稣离开他们是有原因的 第三点 主耶稣与门徒暂时分离 是为了要永远与他们同在 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暂时的分离 是为了要永远与他们同在 大概我们连结果都没有想到 原来耶稣跟他们讲什么呢 在十四章一到三节 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主耶稣清楚地跟他们表示 我去是暂时离开你们 而离开的目的 却是要永远与你们同在 可是门徒听不懂 门徒听不懂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真是不懂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们 可是如果我们真相信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 我们就不会害怕 我们就不会那么担心 那一天当当主非常害怕的时候 耶稣就跟他们说 他说 四章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 在讲义里面 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 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杯 请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费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耶稣知道他们的害怕 是的 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 耶稣还没有埋葬 耶稣还没有复活 可是耶稣先告诉他们 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费师 换句话说 主耶稣第二次荣耀在灵之前 耶稣先答应他们 要让圣灵与门徒同在 事实上这一句话 后来就实现了 主耶稣復活升天 没过多久 圣灵就普遍降临在 所有主基督人身上 当时聚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有了圣灵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里面都有了圣灵 你感觉得到也好 你感觉不到也好 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的 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讲 因为太不合我们的理性 超过我们的思想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 神要与我们同在 这一件事情 已经透过圣灵 让我们知道 祂在今生与我们同在 不是等到将来 才与我们同在 不是等到我们这个肉身 离开这个世界 才与我们同在 我想要举一个例子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让我们很能够明白 小的时候 我儿子小的时候 我们就带到教会来 因为参加儿童主日学 因为跟我们一起读圣经 所以祂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所以祂对得永生是什么 祂不太清楚 有一天祂就回家来 就跟我们说 说爸妈妈和儿童主日学老师 告诉我们 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会上天堂 问我们对不对 我们说对 他说老师又说 不信耶稣的人会下地狱 问我们对不对 我们说对 那他就说了 我说那这样呢 我们都在天堂了 对不对 对啊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 所以外婆 就是他妈妈的妈妈 因为还没信耶稣嘛 那个时候 现在是信了啦 那个时候还没 他说 所以外婆现在在地狱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就跟他说 他一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答案太简单了 就很简单的 信耶稣就上天堂 所以我们现在信了耶稣 我们现在就在天堂嘛 他说不信耶稣就下地狱 因为他的外婆 现在还没有信耶稣 所以现在在地狱里面 这样对吗 对吗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不对 不对 我说等到 我说我们要赶快传福音 给你的外婆 这样有一天 当他信耶稣的时候 他就在天堂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有生之年 随时随地 都可以透过 立即的相信 就马上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可是当然 当然 当我们这个肉身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与神同在了 那那个是最后的时间 可是在那个之前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在我们今生 神就要与我们同在 透过圣灵来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的恩典 这个是圣灵三一神 圣灵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表示 神愿意与我们同在 耶稣基督的降临愿意与我们同在 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愿意与我们同在 可是 我们却必须透过相信耶稣 能与神同在 神要与人同在 是神 人要与神同在 要做出回应 这是我愿意 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 如果还有一些木道的朋友 你说神要与我同在 非常好 我怎么办呢 你也要愿意与神同在 如果你不愿意与神同在 祂是没有办法愿意与你同在的 因为祂个人的愿意 不能成就这件事情 祂的愿意 也要透过我们的回应 让这一件事情 能够很清楚的看见 神要与我们同在 透过我们的回应 就成全了 神在万古之先 拣选我们 这样子的预定 感谢主的恩典 这是我们提到的 圣灵来的第一种角色 是耶稣在 讲给门徒听的时候 祂很清楚的说了 但是 今天我们要来看 圣灵的第二种角色 第二种角色 是提到 这一位圣灵 不仅要 与我们同在 而且 祂要引导我们 明白真理 好不好 我们再念这一段的圣经 十六节十七节 我们再念一段 十六十七 我们一起来念一对 请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这里讲到 耶稣说 祂求父 父就赐给我们 一位宝会师 最主要的是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可是他后面又说 他说就是真理的圣灵 在这里提到真理的圣灵 他来是要让我们体会并遵行神的道 在这一段 我们要分开三点来说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 人对神的爱 会表现在 人要遵行神的道上 请你写下来 遵行神的道 我刚才提到 爱神 跟遵行神的道 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你要 爱神 你就要遵行神的道 怎么知道我们会遵行神的道呢 就是我们爱神 所以人对神的爱 是表现在遵行神的道上 请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约翰福音14章15节 这一段 预备 请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一个人希望别人听从他的命令 顺服他的要求 有几个办法 如果我们要别人听从我们的 我们有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就是让对方怕我们 让他怕了我们的 就听我们的了 第二个 你用利用的方式 给他一个好处 他就会来听你的话了 另外一个 就是出于爱 你按他 他就愿意听你的 我们常常看着父母亲 要儿女听他们的话 特别是小的时候 父母就用他的权威 用他比孩子多的知识 来强制他的孩子 来命令他的孩子 来要求他的孩子 不记得 在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了 父母要我们听话 都说如果你不乖 就叫警察波波来抓你 我有时候觉得警察波波也蛮可怜的 他从来不抓小孩子的嘛 可是就被父母拿来 吓孩子 又跟他们说 如果你不好好的听话 我就不给你饭吃 这给不给饭吃 跟听不听话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可是父母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这样的孩子就会听话 是用强制的 是用命令的 有的时候我们也用一些利诱的方法 说如果你好好读书 你考的成绩多么好 我就买什么东西给你 这个是一个利诱的方法 可是这些方法都不一定有用 对 暂时有用 有的时候有用 短暂的时候有用 可是长期之下 你就会发现 这样子的方法 不会产生作用的 真正能够产生作用 让他听你的 是因为你爱他 是因为让他感觉到你真正的爱他 你真正的爱他 让他愿意听你所说的 我因为不是比较多 那我们夫妻两个就约定 带孩子的事情 由他来做决定 当然我们会常常讨论如何带孩子 我们对带孩子 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会常常讨论 怎么带孩子 怎么带孩子 可是大部分讨论归讨论 真正带 都是太太在带 所以我们就约定了 如果他在管孩子的时候 我是不能有意见的 我是不能有意见的 可是有时候我看他带孩子 我心里面就很不安 因为我觉得太严厉了 很多人大概知道 我太太管孩子 管得蛮严的 管得蛮严的 有的时候我看他带孩子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安 我就说你管太严了 你给他一条出路都没有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的孩子们就听完了之后 他就照他妈妈的做了 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怎样 而且我的方法不是比较好吗 有的时候妈妈不在的时候 我自己管的时候 我就放得比较松一点点 那我就以为说 这样我就比较吃香 对不对 因为妈妈管得严 那爸爸管得不严 那这样孩子一定会比较喜欢我 我是这样想的 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 合理不合理 合理是一回事 事实就不是这样 有时候我就发觉 他们比较听他妈妈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次孩子慢慢大了 有一次我就问我的孩子说 我说你们不觉得妈妈管你们管得太严了吗 我就问他们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你不能跟孩子这样说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从来觉得很奇怪 他们就是很听他妈妈的话 那有一天我儿子女儿在 我就问他们说 说妈妈管你们管得很严 那我儿子就说对 我说那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没有问题呢 你知道我儿子回答我一句话 让我对这件事情 我有很大的改变 他说因为我们很知道 妈妈这样做 是为了爱我 所以真正让他们听话的 并不是那个威胁 真正听他的话 并不是因为那个规矩 真正听他的话 并不是那个理由 真正听他的话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爱 能够让人 顺 其实我们顺服主耶稣 也并不是因为 我们打不过他 对吗 可以打得过神呢 他让这个环境临到我们 我们 大大的抱怨 你又能如何呢 神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 你痛哭流涕 在那边摇着他的脚 说你放过我这一次啊 他就会改变吗 不见得 可是我们为什么愿意顺服呢 是因为 知道他爱我们 知道他爱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人对神的爱 会表现在人 遵行神的道场 我们之所以顺服神 顺服看得 见得 那个环境所带给我们的不顺利 或者顺服神在言语上面 给我们的带领 或者顺服神在他 在我们祷告当中 给我们心里面的感动 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如果不是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很难顺服的 因为那个环境 就是没办法让我们顺服 因为那个情况 就让我们没办法顺服 因为那个 那个情况 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我们如果知道 神爱我们 他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 没法特别的指引 我们就会顺服在神的面前 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受苦 我们并不知道 那些结果会是什么 在经济上面 或在环境上面 或在个人被人误会上面 或者 你在一个小组 或者在一个团庆里面 出到很大的难处 或者你的前途 出到很大的困难 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继续的相信他 跟随他 是因为我们知道 他爱我们 我们再看这段的圣灵 它怎么写的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十四章二十一节 还有二十三二十四 我们来读十四章 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 一起来读 好吗 预备 请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听见的道 不是我 他提到 有了他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他的 又说人若爱他 就会遵守他的道 所以爱主 跟遵循他的命令 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表现 我们爱他呢 就是遵循他的道 一个人说 他爱神 那么他有什么表现呢 就是他会遵行神的道 只有真正的爱 才会带来真正的顺服 如果不是出于爱 而轻化 那么这个顺服 有一天会改变的 我刚才提到 有的人顺服是为了得好处 有的人顺服是因为 怕不顺服 有不好的结果 弟兄姐妹 你们来参加主日敬拜 是为什么 有的人 我听过有人说 我想不是你们 有的人说 我为什么来聚会呢 他说 我每一个礼拜来聚会 这样就向神表示 我很乖 神会对我很好 你可能会失望 你可能会失望 因为这一波的经济 所有人都卡到了 你也卡到了 没有因为你多来聚会 别人少来聚会 就做到不同的待遇 有的人说 说我如果不来的话 神会惩罚我 这是出于害怕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来聚会的时候 可能我们没有抱着一个正确的心的时候 我们来的时候空空的 回去的时候也是空空的 我们来的时候有个期望 希望听到很好的讲道 回去的时候并没有听到很好的讲道 我们希望来的时候 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很开心 可是大家都愁眉苦脸的 你走的时候还是愁眉苦脸的 我们到底为什么来聚会呢 是因为我们爱他 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聚会 我们来敬拜他 我们来感谢他 当我们有个对的心态的时候 你来聚会就得到很大的好处 因为你已经敬拜到他了 你已经爱他了 你已经表明你爱他了 你已经来这边感谢主了 所以你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弟兄姐妹 要能够一直往前走 一直长进 要一直能够长期的顺服 一定是出于爱神 一定是出于爱神 如果不是出于爱神 如果是出于我们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只好顺服神 这样子的顺服 不会一直顺服下去的 不会一直顺服下去的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姐妹来找我 来找我 他的家人 他的一个家人 因为某一个状况 他突然过世 他突然过世 他的家人突然过世 他来找我 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神让这些人临到他的家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是一个一直很好的爱主 好好的跟随主 我们家都是这样 的确 他是一个有见证 很多服事的基督徒 对他来说 顺服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可以忍耐工作上的不顺利 他可以忍耐很多的挫折 但你一直表现得很好的基督徒 可是那一次他一直问我 他一直打电话问我 问我说 为什么神不可以跟他祷告呢 为什么神要这样子的安排呢 我真的不会回答 因为这件事情 我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临到他 我也能够安慰的话 因为不是我的家人过世 所以我也不能体会 我能够一点点的感觉 这个是对他来说 是不能被接受的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这个不是他要不要顺服的问题 也不知道怎么样 说服自己的问题 这个必须要等到 我认为很多年以后 他很确定神爱他 他也确定他爱神 他才会真正接受这个结果 我真的没有办法 不然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 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情形 神明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也很想遵行神的 那种做不出来 神告诉我们这样做 我们说好啊 我也愿意这样做啊 可是我做不出来 神告诉我们说 天空的飞鸟也不重也不收 你看神怎么样养活他们 你何必忧虑呢 有没有道理 太有道理了对不对 那这一波你忧虑不忧虑呢 天空的飞鸟不知道他们在飞吗 昨天我开车的时候 有一只麻雀这样 拍着飞过去 我还紧急踩煞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速度 会跟我相撞 不然这个麻雀还是飞得比汽车快 一下子就散过去了 我就车子开过去了 我就想说 你看 天上的飞鸟也不重也不收 天不养活他 还让他避过车祸 我担心什么呢 我担心什么呢 可是 这个除非我们能够体会到 神的爱 不是我们很难呢 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做 是出于他爱我们 而我们心甘情愿也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爱神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很难 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说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由他打 可以吗 你可以吗 你可以吗 说有人要拿我们的礼仪 连万一也由他拿 可以吗 我告诉你 你是现在是没有来拿的 你说可以 等他来拿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了 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陪他走两里路 可能吗 不可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人用言语顶撞了你 冒犯了你 你感觉怎么样 或许有的人真的是气度很大 没有问题 可是当你看到你爱的人受伤害的时候 你又不行了 所以很多时候发觉 我们有很大的难处 除非 亲爱的弟兄姐妹 除非我们真的知道 神到每一件事情 引到我们 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是出于他怎么样 爱我们 除非我们真的知道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可是我们不会接受的 我们不仅不会接受 圣经的教导 我们不会接受 环境的改变 我们不会接受 别人的行为 我们甚至也不能接受 我们自己的反应 除非我们真的知道 神的爱 就是这样的 引到我们 所以我们就会顺服神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关爱神 跟遵行神命令的 这一件事情 我们除非很了解 这两个是二而一 一而二的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 在一个环境当中 顺服神 除非我们知道 神爱我们 而我们也不会用 顺服神的旨意 来表明 我们爱神 我们爱神 但是 虽然是这样 我们还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什么呢 第一 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话 不容易明白 我们不容易明白神的话 所以我们没办法遵守 第二 我们即使明白了 也没有力量遵行 因为我们真的很想爱他 真的很想遵行 可是我们做不到 因为这个缘故 圣灵 就做了我们在今生最大的帮助 请我们看第三点 因为这个缘故 圣灵保卫斯来 要帮助人能明白定遵行神的道 弟兄姐妹 刚才我们讲的 你或许理智上也同意 可是理智上同意没有用的 因为如果只是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永远做不到的 我们有两件事做不到 第一 神的话太奥妙 我们也不明白 第二 就算明白了 我们也做不到 因为这个缘故 主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再读十四章 十五到十七节 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再读一次 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 我们再读一杯 请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斯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提到 圣灵保卫斯来 是要永远与他们同在 同在当然有陪伴的意思 同在当然是喜欢的一种表现 但主耶稣在这边 把保卫斯的名字 另外一个名字说出来 他说他是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的意思 是要我们对真理有认识 有了解的 也就是说 圣灵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让我们明白真理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并不是不想明白神的话 老是我们不了解神的话 我们不了解神的话 我们不了解神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遵行神的话 你不明白你怎么能遵行呢 不明白你怎么遵行呢 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思想接受 可是我们并不是从心里接受 只有真正的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突然明白过来了 我们才说 哦那这样我就明白了 前不久我到波士顿去讲道 到波士顿讲道讲完了 再回来的路上 我就到洛杉矶去 洛杉矶去我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去看吴永长老的儿女们 第二件事情是看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我在那边过两夜 过两夜 那那两个晚上呢 都是跟吴永长老的儿女们在一起 可是那两个晚上呢 我也把我们教会那一个姐妹 邀请来 那这一个姐妹 是一个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这个姐妹的先生 是我去传播一的 后来他信了主 后来受洗 是我失洗的 后来他们两个谈恋爱 就找我做婚前辅导 以后他们两个结婚 主帮他们证婚 所以大家关系就很好 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孩子 生下来之后呢 就住在家户病房里面 我就赶快去看他们 因为这个缘故 大家的感情就很好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大概十多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教会人数比较少 牧养就比较直接 现在比较间接 那因为那个缘故呢 所以他们的家庭就跟我很好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一个这个弟兄呢 他却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 很严重的病 后来就病得很重 在医院里面 有一天 我正好要从美国回来 这前一个晚上 他太后就打电话给我 就跟我说 说李长老 我先生已经到最后了 那医生希望 医生就说就在这几个小时了 他说你可以跟他说说话 对呀 那我就说好 我就跟他说话 他很痛 我就跟他讲几句话 讲完了以后 他就问我说 他说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我再过24小时就到了 就到了 因为我说明天早上的飞机 现在已经晚上了 明天早上飞机 我就晚上回来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等不到你回来 他说我等不到你回来 那我就跟他说 等得到的等得到的 等得到的 我就安慰他 以后他就把电话交给他的太太 他再来就跟我说 说李哥 他说你可不可以答应他 让他做最次礼拜 我说我不可以答应他 让他做最次礼拜 我说我现在如果答应他的话 他马上就放弃了 我说我想见他 所以我说我想见他 当面再跟他讲几句话 所以我说 你就跟他说 说我马上就回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答应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再忍耐 他说他很痛苦 他说你就在电话里面跟他说 你帮他做最次礼拜 聊了他的心愿 我就跟他太太说 我真的不能答应 他说拜托你 他就把电话交给他的先生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马上就回来了 我说我答应你 我下了机场 就直接坐计程车 到你所在的地方 我说 我说 我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真的等不到你 他说你可以替我 这次礼拜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放心 如果有任何的事情 我来负责 但是请你等我 我说有话跟你说 他说好 其实这个也是无济于事 不过我总是想说 当面见见他 给他讲几句安慰的话 后来当然我赶不上的 赶不上的 不然他就过世了 他过世以后 这个姐妹就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难过 他就下了一个决定 要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 他就带了两个孩子 都是很小的孩子 到美国去了 他也没带什么钱到美国去 没带什么钱到美国去 他就只带了一笔钱 去买了一辆车以后 他所有的钱都自己赚 他不是没有钱 他在台湾有钱 他可以把台湾的钱 拿到美国去制产 可是他去的时候 是用学生签证去的 所以他会在那一边 要读书 可是他就没有读书 他就去工作 因为他逃离台湾的目的 是要忘掉这边的状况 他只想到那边忙 然后带了两个孩子 你知道多勇敢吗 带两个孩子 然后就租房子 那要付房租的 他就赚钱 他没有工作的身份 他只有学生的身份 所以那天跟吴兰老的 儿女们吃饭的时候 那吴兰老的儿女就问他说 说你在这里 是怎么样的收取你的 那个工资的 他就说pay in cash 你知道在美国pay in cash的话 就表示他是 就是不是有正 不是正通的 不是完全合法的工作吗 但他就很紧张 就问他说 那你有保险吗 那他没有保险 哇 你知道 我当然有 就很担心这件事情 那我那次去 我其实大概知道的状况 所以我去是要安慰他的 所以两天晚上就陪他 今天来吃饭就聊聊聊了 突然那天没有聊很多 他就走了 第二天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说李哥 他说我可不可以来看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在这里谈谈 我说好 他就来 我就在旅馆里面 他就来 他带了两个孩子 就来 就跟我谈 就跟我谈 谈谈谈谈 我就尽量安慰他 鼓励他 支持他 可是我发觉他很坚强 很坚强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他很 他说 他说李当老 他说李哥 我很抱歉 他说 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我真的没有挑衅你的意思 我是真的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说好 我说没关系 我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因为我想我是来安慰他的 我是来鼓励他的 我是来支持他的 他问什么问题都没有关系 他也需要我 我说你就问 他就说了 他说你真的不要见怪 我说没有关系 他说我问你 他说你怎么愿意在地上这么努力的服饰 他说你怎么那么愿意这么辛苦的服饰 他说你为什么愿意这样子的服饰 甚至可能被别人瞧不起 甚至你服饰不被感激 为什么你的服饰可以可以这样 你可能被人误会 你可能吃力不讨好 你为了什么 你求的是什么 他问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很想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就跟他说 我就很快的回答他 不是很快的 我就因为我很爱神 因为我知道神爱我 所以我很爱神 我说我感激神给我的恩典 我说他拯救我 如果他要我一生是服饰他 终生以祈祷传道为事 我就愿意这样做 我很快就回答他了 因为我自己是16岁 我就感动愿意奉献 都传道人 16岁 那个时候我高中都没毕业 以后我大学毕业 研究所毕业 我在学校教书 我一亲一意要当传道人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件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没有困难 因为神爱我 所以我爱他 后来他就停下来 他就再问我 他说你不要生气 他说我再问你一个 我说好 他说你真的看过天堂吗 他说你怎么知道 你所相信的是真的 他说你真的相信 你在地上这样子的服事 就会得到神的奖赏吗 他说你真的相信 你这样子的服事 神就要给你奔典吗 他说你是为了得神的奖赏 才这样子努力的服事吗 你知道他问完之后 我愣在那个地方 我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从来想过这个问题 我在理智上都想过这个问题 我现在都50岁了 我奉献的时候16岁 我真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全职线问我32岁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想过 我从来没想过 我有没有看过他 我从来没想过 说我将来 到天堂的时候等待的状况 我从来没有想过 神要将来给我什么奖赏 我从来没有想过 天上的房子 也会比地上的大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将来神要怎么样的 对我有 有有有有 有加奖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年纪问我 是我穿上在这个地方 他就没有不是领恩派的 东西 他说你干过什么 我就跟他说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 他说你为什么就相信 那一天 我愣在那个地方 我就回答他 我说我的确没有看过天堂 我也不确定将来到主那边 主会给我什么奖赏 但我知道神爱我 我唯卜了一句 我说我怎么知道神爱我的 我也不知道 你听得懂吗 我怎么会相信神爱我的 我也不知道 如果神爱我 为什么环境会这样 如果神爱我 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难处 如果神爱我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赶飞机 飞机都会跑掉 你知道我这一次 从欧洲到美国 我已经提早 中间等飞机的时间是四个小时 这个飞机到下个飞机 有四个小时 那绝对够 结果那个飞机起飞 晚起飞三个小时 而且每次都告诉我们 说再二十分钟飞机就起飞了 再二十分钟飞机就起飞 等到三个二十分钟 我就紧张了 我就跟小姐说 你讲清楚到底要多久 我可以换飞机 可是我非要赶到那边去不可 因为那班飞机是越洋的 你这班是国内的 我可以赶另外的飞机 我可以想办法到那边去 可是你不能告诉我 说没二十分钟没二十分钟 他就告诉我说我也不知道 可是应该快要起飞了 等到真正起飞的时候 我到那边飞机 已经超过时间了 我在那边 在飞机场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那票是连票 中间断了一段 后面全部都不能做 要买便宜的票 后面全部票都不能做 后来在那边 这么这么辛苦 我就跟主导告说 是不是你 我又不是出来玩 对不对 为什么环境会这样呢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知道神爱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神爱我 不过我知道神爱我 后来我没有聊的别的事情 他就走了 他走的时候呢 我就送他 因为他带了两个孩子 都还很小 他牵了两个孩子 那两个孩子 真的是很乖 就是他的妈妈 就走了 就一直被 就看着他的被 就带了两个孩子 再见再见再见 因为 不知道还要多久才看到 他一直再见再见 他一直走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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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他转过去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神这一次让我去看他 是 神要安慰我 不是要我去安慰他 是神要让我知道 他爱我 不是让我去让 那个姐妹知道神爱他 神要我这一次去 跟他们起来 是我要去帮助人 其实神要让他来帮助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是什么工作 这些是圣灵的工作 这些不是人的工作 我相信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甚至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以为我在做好事 你知道吗 他有我的信仰 结果圣灵说姐妹 我们怎么会明白神的话呢 是圣灵的光照 不是我们自己想通的 不是我们自己明白的 也不是我们的理智 是他与我们同在 他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当我要去安慰他的时候 去鼓励他的时候 可是神却让我看见 是神借着他来安慰我 来鼓励我 而这些是谁的工作呢 是圣灵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顺服神 并不是出于我们的理智 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意志 也不是出于我们的情感 我们能明白神的话 也不是出于我们的理智 也不是出于我们的意志 也不是出于我们的情感 乃是真理的圣灵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如果你常常读圣经不明白 你有一件事情要做 求圣灵来打开你的心 1992年 我在这边教造就班 在这边教造就班 那个时候 这边都还没有重新装潢过 还是教会堂了 我教造就班 教造就班的时候 就有一个姐妹 她来上我的课 上完了 她那个时候要移民到别的地方去了 她就跟我说 她说她这几张 她说我上你的课上完了 她说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是很用功的孩子 她说我每次在上课之前 你每次下面要讲的那一段 我都先预备了 我说我都很仔细的预备了 我用尽办法预备了 我参考书都看完了 然后来上你的课 可是你每次讲解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可是你没有讲解的时候 我就不明白 她说为什么这样呢 她说问题不在这个地方 她说如果我继续来这个教会里面 有这么多的老师 这么多讲运我也不害怕 她说我要移民到那边去 她说我已经知道那边 没有这么多的好的老师 没有这么多好的牧师 没有这么多好的人会解释圣经 她说我怎么办呢 她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怎么读圣经的 后来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每一次读圣经 我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一定要你圣灵感动我 不是我自己能够明白的 不是我的研读圣经 而是你圣灵的恩典 我说你每一次打开的时候 你就跟神说 除非你让我明白你的话 否则我就不让你离开 我说这是你唯一能够做的祷告 不是别人的帮助 是你自己跟圣灵来往的结果 后来她就说好 她就走了 她就走了 以后我们就没什么联络 没什么联络 后来1997年 97年 我到他们那个国家去讲道 就碰碰她了 你知道她跑上来 一个姐妹 跑上来 一把抓住我 一把抓住我 她就拉着我 就看着我 她说李长老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什么事 我想说怎么把人家抓得这么紧 她说我告诉你 真的是这样 我说真的是怎样 她说从那一天以后 那一天以后我每一天打开圣经 我就跟神说 求你圣灵光照 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求你圣灵光照 让我看见你话语的奇妙 求你让你向我说话 只有你圣灵可以真正感动我 不是别人讲什么 她说我告诉你 她说这五年来 我每一天都确确实实的知道 神用他的话 你当年教的那一卷书 我现在正在教 你当年教的那一卷圣经 我现在正在教 她说而且神让我知道 不是要教他们什么 而是让他们自己可以看到 神要对他们说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真理的圣灵 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 不是别人的教导 今天在这边也是一样 不是我讲的 你们能不能明白 我讲的好不好 我跟神自己去面对 你听的好不好 是你跟圣灵的工作 除非圣灵打开你的心 你不会明白的 你不会明白的 有时候我在门口 送父亲弟兄姐妹 他们就跟我说 祝弟长老谢谢主 也谢谢你 你让我明白了这一段 我真的很老实的告诉他 他说你讲的真好 我有时候就真的告诉他 我说不是我讲的好 是你听的好 听得懂吗 是你听的好 不是我讲的好 因为第一我讲的不一定好 你仍然可以听的好 第二我讲好了 你也可以听不好了 因为只有圣灵感动你 你才能明白 不仅是明白神的话是这样 遵行神的话也是这样 遵行神的话也是这样 我们读14章25节26节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14章25节26节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宝慧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只教你们 并且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些话 这里有提到宝慧师 前面也提到宝慧师 宝慧师这个字的 这个这个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帮助者 就是赤力量者 他这个帮助者 赤力量者 意思是 他不仅是解明真理 而且他让我们有力量 能够遵行真理 所以宝慧师不仅解明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宝慧师 圣灵宝慧师解明了 我们就明白了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不是不肯做 是我们做不到 有些就是超过我们人 所能够承担的范围 按自己的能力跟意愿 我们也做不到 我们也做不到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圣灵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圣灵 我们需要宝慧师 他来帮助我们 他来赤力量 他来赤安慰 他来赤陪伴 他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的 另外一个表现 多年以前 多年以前 吴永长老被别人 有个很大的误会 那因为那件事情我知道 更好知道 以后我就跟吴长老说 我就跟吴长老说 我说你就去解释 我去解释 那吴长老就说 这已经牵涉了很多人 如果我去解释 就会造成更大的复杂度 那我就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呢 他说他已经误会了 我也做过一次的解释 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呢 他说我就这样子 这样子啊 我就这样子啊 我说这怎么做得到呢 他说他回答我 他说按人是做不到的 按我也做不到 他说但是祷告 圣灵付我力量 让我能做得到 弟兄姐妹 人不能做到的很多 人能做什么 我常常开这个玩笑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 人家打你一个耳光 你可以不打回去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打得不够用力吗 他打得够用力 你哪会去呢 我们不打回去 是因为他打得不够用力 没有一个人在 遭受到重大的困难的时候 不做出反应 可是我们怎么遵循神的话 如果是这样 我们怎么遵循神的话 这个需要圣灵 弟兄姐妹 我们难处要过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你遇到天大的难处 你讲出来别人不了解的 别人不能接受的 别人不能起会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祷告 只有祷告 就是求圣灵来安慰你 求圣灵给你力量来度过 求圣灵来扶持你 比如说你听到一些事情 你真的过不去 比如说你遇到一些事情 你真的过不去 比如说你碰到一些 财务上的困难 你真的过不去 那个不是别人可以帮忙的 那个就是圣灵可以帮忙 因为他是保慧师 他是帮助者 他是赤力量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 明白神的道 并且能够遵行神的道 第四 我们看 或者读完了就好了 第四 圣灵保慧师来 是要让人清楚的认识耶稣 请你写下来 圣灵来 他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 度我们今生 当然将来到永恒的时候 又有天父 又有耶稣 又有圣灵 可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他来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呢 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 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来是要完成神救赎的一部分 他来在地上要荣耀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在这个世上 那个管站的年日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越发的认识耶稣 我们圣灵怎么会成长呢 是更深的认识耶稣 因为耶稣是有形有体的在地上 他取了奴福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他本来是神了 他愿意来到地上 他愿意做这件事情 他有很多很多 让我们可以学习效法 跟领受他生命的见证 我们怎么会明白 透过圣灵 透过圣灵我们不会明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圣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第一圣灵就是今生和我们同在的神 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 第二 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 他是要领导我们明白真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什么难处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困境 是你过不去的 是你所听见的 你所看见的 你所遭遇的 是你个人的 是你家庭的 是你的教会的 小组的 或者是你面对这个整个社会 跟国家 你所受的伤害 我不知道 但是 就算别人知道 你未必能够帮助你 有一位可以帮助你的 就是圣灵 他要带领我们明白 真理 并且活出真理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会今天早晨 我们可以来敬拜你 实在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乃是因为你的恩典 不是我们定义来到你的面前 乃是你定义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 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感谢 如果不是你从死里复活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就是往来 我们在这里 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在这里 我们仍然在罪恶的里面 我们在软弱的里面 我们仍然在可怕的瑕疵的里面 主耶稣 我们向你今上满心的感谢 亲爱的圣灵 我们也来感谢你 你是今生要与我们 永远同在的神 我们谢谢你 主啊 如果我们过去曾经忽略你 求你赦免我们 主啊 求你让我们 对你有更深的感受跟感觉 主啊 我们定义要认识你 圣灵 我们定义要来顺服你 圣灵我们定义要来跟随你 我们巴不得你在我们里面 你让我们明白真理 明白这个环境 明白你自己的话语 明白你给我们的带领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圣灵 我们更求你 因着圣灵光照的缘故 让我们认识耶稣的缘故 我们有力量来往前走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要为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 向你现场仰望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有内心很大的难处 主啊 他的难处是说不出来的 主啊 他的压力是没有人能够替他解决的 但是 你是那位 天天为我们 祷告的那一位 你是那一位 要来安慰我们 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的那一位 圣灵宝会使我们 求你赐力量 让我们靠着 加给我们力量的神 我们凡事都能行 谢谢主我们仰望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